蘑菇 不如今晚就吃它吧 大家好 我们是环游美洲的小丁和小潘 我们现在在一座联名的大山里面 这边有一座城市叫做 San Jose de Pacific 据说在这个地方 可以找到一种非常神奇的蘑菇 吃了可以让你飞起来 这种蘑菇叫做裸盖菇 瓦哈卡的印第安原住民 会使用它治疗身心灵的问题 在印第安文化中 裸盖菇的地位和死藤水 Payote一样崇高 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 跳脱现实与传统框架 用新的视角去了解自己和世界 这里还有非常传统的Kamaskal 就是一种传统的桑拿 但是在这里 这个被认为是一种传统的 灵性的进化的仪式 所以我们都想一起体验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当地的这个小兔兔车 但是他们已经坐两个人了 难道是四个人几辆车 我们现在出发了 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而且是没有门的 我家后面 勾住你 好的 说是有些恐怖 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路 是什么样的 这一个小兔兔车 竟然坐了五个人 安全隐患也太高了吧 一定到了 这边开始出现一些 蘑菇的装饰物了 这个地方叫Four Elements 主理人Navaro 在当地小有名气 专门为背包客们 提供各种身心灵 进化仪式 我们现在要 进入那个 真桑打的那个房间了 他跟我们说 我们不能穿衣服 我们只能穿的泳衣什么的 然后所有东西 都不能带进去 我本来还在想 是不是可以把相机带进去 估计是里面温度太高了 我们做完这个 这个桑打了 真的还挺爽的 浑身都湿了 这个小土胚呢 就是我们刚刚进去 真桑打的地方 然后这个口 非常的小 可以看到 其实我蹲下来 就跟这个口差了多大 进来后呢 我们所有人 就会坐在这个 两床这个土镇子上 做仪式的人呢 他提前会把这些石头 都烧得非常的滚烫 然后运进来 就放在中间的这个坑里面 然后接着呢 他会提一桶水 可以看到 这个水里面 其实都是他提前 煮好的药水 然后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呢 就要用这个 植物去沾着这个 药水 再把这个药水 滴到这个滚烫的石头上 因为石头非常烫 所以这个水滴上去以后 就会产生 非常多的水蒸气 在这整个的 真桑打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门是会被关闭起来的 像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 我们基本上 都看不到对方 然后这个Full Element的 完整的仪式呢 其实是分两块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Temazcal 第二个呢 就是吃这边当地一个 非常神奇的 蘑菇 非常可惜的是 这个蘑菇呢 它盛产的时间 其实是 现在是雨季的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现在来 其实已经过了这个季节了 所以它这边也没有 多余的蘑菇 所以我们就没法体验到 这个第二步的意识 所以非常遗憾 但是听说在街上有的地方 还是可以找到当地人 风干储存 储存下来的蘑菇 所以我们现在想去寻找一下 San Jose de Pacífico 在墨西哥是可以合法 使用蘑菇的 在本地可以看到很多蘑菇 相关的装饰元素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 假的蘑菇 会卖给游客 然后我们在网上 找到了一家 就是非常靠谱的 你可以喝 用这个蘑菇 做成的茶的一个餐厅 然后我们就这里跑了过来 但是疑问之下 发现这边也没有卖了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蘑菇 但是我想稍微介绍一下这边 就是 就是今天开始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镇 最大的一个节日 进入他们同名类的 类似于神 围西三天 今天是游行 就是在一边游行 一边送酒 Let's go No I have a fermentation for the Poke Like honey Ah honey Gracias Gracias 各种喝的 除了这个游行 刚看到的时候 觉得还挺新鲜的 但是他们现在 完全把那个 竹路口给堵住了 因为这一场游行 导致这个车辆都 堵成什么样子 我估计也有十几 二十辆车一直在排队吧 也是醉了 其实现在呢 墨西哥冠状肺炎的 感染人数 已经有好几例了 并且这个数量在不断的上升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其实可以看到 这边的群众呢 该过节 该happy的时候 他们还是站在happy 他们根本就不会管这个什么 病毒啊什么的 更别说是带孔照了 这游行大队伍的往前移动 这些车辆终于也可以开始慢慢的移动了 朋友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 就是问了 我们停在 他家停车场的那个 餐厅的那个女老板 他直接给我们一个地方说是有卖蘑菇的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他说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啊我们找到了 蘑菇 蘑菇 不如今晚就吃它吧 他完全理解错了我们的意思 他以为我们买的是普通的蘑菇 你怎么认识普通的蘑菇 这就普通蘑菇 这就普通蘑菇 这道别不一样 我们现在离开蛇猴赛了 现在要往海边开 昨天晚上有另外一个背包客告诉我们 其实现在镇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卖蘑菇了 但是因为他们这两天 当一些政治的原因 所以说不去民赛时 就是不去卖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跟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节日有关系 可能等节日过后就卖了吧 嗯 然后想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如果大家想吃蘑菇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坐公共交通来吧 因为要来到这里甚至离开这里 都要经过非常多的连续弯道 其实开车的话还是非常难的 我们现在都是感觉开车开得很失利 其实挺可怕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就这样的 我们现在要去旁边了 接下来会分享我们在海边的生活 看前面那个裸男非常自信且优雅的走着 嗯 嗯 脚筋猥琐的跟着好 嗯 嗯 嗯